觀眾幫我們抓住了歷史心眼 每一次在升息的末端 到了高端 然後還沒有降息之前 那一段或許是SNP500指數 有機會再續漲的空間在 現在會複製過去的經驗嗎 今天我們錄影的同一時間 台紙棋的夜盤目前正在漲 美國的奇異壞盤表現得也不錯 但是現在波動相當大 像昨天就開高走低了 但是投資人聰明了 知道在升息的末端 都要來買所謂債券型的ETF 也因此最近這幾個月 台灣的債券型ETF爆棚了 但我們今天要深入來看 除了賺股息之外 價差有沒有機會 如何挑才能一舉兩得 齊本老師我們請您上台來 最近都說看到很多新聞的標題 說債券型的ETF大爆棚 到底是有多熱鬧 是沒有錯 就是過去來講 債券真的是冷凍貴 但是今年完全從冷凍貴出來了 變成一個熱門標的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貴買中心 他們的統計到今年六月底為止 目前台灣總共已經有 79檔的債券ETF了 然後總規模1.58兆 這是亞洲第一名 全球第七名 所以你可以想像台灣 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 我們的債券ETF 已經全亞洲最大了 那過去來講我剛剛說冷凍貴 幾乎沒有什麼投資人在買 都是法人持有 然後就不動 可是光今年以來 整個日成交量都已經怎麼樣增加了三倍 雖然還不是很大 但是已經增加三倍了 那麼自然人的人次也增加 那目前來講每天交易的自然人 佔比已經到四成了 那就是跟以前相比真的是差滿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今年已經有30檔的債券ETF去追加 規模募集 總共今年就追了6000億 需求量太大了 趕快再追加 是 所以可見的是說 其實投資人是滿認同 這個階段可以來買債券ETF 所以大家一直認購認購 所以這個基金公司只好一直去追加追加 好 所以台灣的債券型ETF 規模是亞洲第一全球第七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 台灣目前這麼多79檔的債券ETF當中 誰是規模最大的 好 那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有兩檔超過千億了 像這一檔是中信的高評級公司在 還有另外一檔是元大的美債 20年的話 這兩檔都超過千億了 然後另外的話 其實這前五檔都超過的 將近900億以上 那當然後面還有很多債券ETF 其實規模都蠻大的 那最重要的是 今年以來整個受益人數成長 大家可以看到 從一倍到三倍四倍不等 等於說買的人數越來越多 不過大家可以認真看一下 規模很大 人數成長很多 可是人數大小差很大 你看像這一檔已經有四五萬人 對 但是這一檔才四千多個三千多人 就是說可見有一些的這個ETF 目前還是以法人持有為主 但是呢就是說人數也是在慢慢的增加當中 好大家買ETF 有的人是希望能夠存股 當然今年有很多的意外制裁 漲了很多 怎麼樣評估這些債券ETF 在今年的表現以及殖利率 好那其實整個市場 現在都一直在強調說 現階段最可以買的是投資等級債 投資等級債 我們幫我們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投資等級債 投資等級債的話 就是說這個債券違約率比較低的債券 就是說相對來講 我已經到投資等級了 那這個公司的話經營比較穩健 我可以很安心的去賺他的利息 那我不擔心這個公司倒債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以來的一個表現 我們會發現說其實是蠻不錯的 有沒有發現所有的債券 含息報酬率 事實上都正報酬 去年大家如果有印象 整個債券是大暴跌的 所以今年大概都已經有收復了 那我剛剛說 大家會想要喜歡投資等級債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殖利率怎麼樣 過去一年的配息率 事實上大概也可以接近5% 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如果以債券來講 他又很安全 然後利息收益 我可以又賺到5%左右 這樣子的一個投資工具 當然對很多保守型的投資人來講 就是很有吸引力了 好所以當然就會 為什麼會現在買氣越來越旺 那當然就是說 以這個美債的20年的話 大家可以注意到 長天期的債券最近表現比較弱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這個7月大家很擔心在升息 而且升完以後 大家還擔心9月會不會再升一次 所以越是長天期的債券 就會受這個波動的影響 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可是以目前來講 大家也是認為說 可能也許7月就是最後一次升息了 那麼9月升息的機率也許會比較低一些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現在已經接近升息的末段了 所以相對來說 這些債券價格波動的風險 是可以降低了 那不過當然就是今天 大家可能會感受到說 今天怎麼所有的債券ETF都在下跌 對不對 其實最重要就是因為昨天晚上 這個美債的殖利率 突然飄高 那這個我們剛剛前面也有講 都是因為日本 日元的這個問題 可能有一個小波動 但也許就很快 他就會回穩 但是現在債券ETF吸引人的 也是因為在最近債券的殖利率 因為往上飄 所以價格就往下了 所以除了這些鎖定 他不會倒 我們可以賺利息之外 就希望能夠買到相對的低點 未來反彈的幅度相對也比較值得期待 是 所以當然接下來我們要想說 那究竟現階段 像最近還是有點波段 那究竟現階段 我們怎麼樣來投資債券ETF 要怎麼樣一個選擇的一個標的 那其實以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真的升息是尾聲 現在大家怎麼看說 九月九月可能還有變數 但事實上可能九月升息機率 真的是相當的低 所以呢 而且現在來講的話 殖利率也是近十年高 所以說即使你短線買了稍微有點小套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他已經真的是接近尾聲了 那當然現階段的話 我認為還是可以先以投資等級債為優先 為什麼 因為他的現在的話 光是他的殖利率 已經可以來到5%的水準 那如果說以美國的這個十年債的話 十年公債的話 他現在大概四個percent 是不是就稍微少一點 所以說如果大家就想說 那這個相對說 我現在買進 那我就已經可以穩穩的賺到這樣一個利息 而且特別是如果最近因為市場有波動 他的債券價格有下跌的時候 反而是好買點嘛 所以這部分我倒認為是說 買起來可以是可以安心的 那大家當然最重要期待就是明年對不對 明年會不會降息 那通常我們知道只要降利息一波動 一趴 那事實上你的天期越長 是不是波動越大 你天期是十年 你利率差一趴 那個那個十年期就可以波動10趴 所以說到明年如果真的開始降息的話 越長天期的公債 他的波動就會越大 表示他的債券反彈的空間會更大 所以現在除了選投資等級的企業債之外 現在目前這個階段要選短天期還 來長天期 現階段都是先買短天期 因為現在短天期的殖利率 還比長天期要來得高嘛 因為利率倒掛 了解 但是如果到明年的話 開始降息 那大家就知道說 已經這個一開動降息 那次不是降一次對不對 會陸續降 那這樣的話 對於唐天期的話 當然那個受惠就更大 但短天期來講 我覺得還有一個債券 大家也可以留意 就是產業型的債券 因為一般來講 現在來講 買投資等級債比較多 那投資等級債就可能各種產業都有 但是有一些 現在目前發行的 也有一些是說 投資等級的金融債 或投資等級的電信債 大家也知道說 他們已經是投資等級 所以我們也不用擔心違約的問題 然後這更穩 對 然後他的利率有一些 他相對又比較好 我們看一下 剛剛前面統計的那一張 你會發現說今年 因為正好就是金融股 不是有一個波動嗎 所以你會發現 反而今年的金融債的表現 是表現比較好的 更好一些 所以說可能產業型的 這些投資債 大家也是可以來留意的 好 那我問 因為已經很多的債券的價格 ETF已經來到了相對的低檔 當然今年已經漲一波了 那如果在接下來 有機會在他降息之後 價格上來 現在進入可不可以單筆 還是定期定額 事實上以債券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單筆投資 對 因為我們想要的 就是說現在的價格 是一個相對的這個低點 然後我們想要買進之後 是想要領他的利息對不對 領這個比較穩健的 這些這個利息的收益 對 所以整體來講 像現在很多人都喜歡說 因為技技配嘛 那如果我去買那個 配息的月份不同的話 我甚至可以組成一個月月配 那甚至的話 有一些的這個債券的ETF 他已經是月配息了 所以有一些投資人又更喜歡 因為我只要單筆買進 然後我就開始那個 可以月月領息 所以這種可能對退休組來講的話 可能是更有吸引力 好 所以現在這種債券ETF 可以用單筆進場 是的 謝謝齊芬老師 請先回座了 今天上了兩堂的ETF課 請給你做參考 今天很多重要的法說會 剛剛解讀了創意 接下來解讀聯發科 節目最後 不見老師 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先跟大家布達 今天聯發科的幾個重要消息 第一個 公佈了第二季的獲利 一百六十億元 比去年同期大減了55% 腰斬了 兩年半以來新低 除此之外 聯發科也告訴大家 今年上半年營收一千九百三十七 同樣比去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算一算上半年的EPS 是二十點七億塊錢 未來呢 聯發科今天 蔡立行告訴大家說 第三季的營收 預估應該有機會 比上一季增加四到十一% 終於有好消息了 怎麼看待今天法說之後 下禮拜一 聯發科股價的表現 第一個就是說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那季報的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第二季本來就差 而且聯發科主義在中國嘛 你看喔 第三季有季增超過百分之十 這個就代表什麼 代表動能開始有些回來 至少你有傳統的旺季效應 另外一個是聯發科有講 他覺得他動能回來是怎樣 在智慧型手機這一塊 還有一些這個聯網的裝置 這代表什麼 代表手機可能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所以我判斷 短線上來講 因為技術面它還是弱勢 所以下個禮拜要留意 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 股價沒有跌破前面的低點的話 有機會在這裡形成什麼 雙底 後面就有機會打底慢慢反彈 因為畢竟喔 不只是聯發科 很多消費型的產業在這裡 慢慢第二季應該都是 今年的低點附近 你看聯電還講嘛 那個落底的時間 可能會到第四季去對不對 可是聯電最近股價有大跌嘛 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不用太過悲觀看 謝謝伯傑老師的解讀 好 下禮拜一台股很重要了 因為可能要進入轉折了 這一步的上來之後 禮拜一的操作 有什麼要提醒觀眾朋友的呢 第一個我們剛才講到嘛 日圓的部分 今天的高點跟低點很重要 哪一邊被突破就代表什麼 代表可能國際的會市 會有一些比較重大的轉變 再來美在殖利率 昨天晚上十年期待到百分之四 今天最好是趕快回來 降到百分之四以下 這樣對資本市場影響才不會太大 如果這兩個都往不利的方向走 那下禮拜你就要小心 外資的賣壓會擴大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有講到嘛 台幣還是弱 所以台幣是外資買多買少的關鍵 如果台幣繼續扁 那你就不要期望外資會買 那一支就還是一樣 是台股的主力 另外一個大盤要往上突破 如果4000億的量不可以少 今天不及格是因為今天禮拜五 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 往上衝4000億一定要有 拿出量來 不然就是維持在區間震盪 另外AI最近因為太熱 你不要看到他們輪流 每一支都爆量這樣就不好 就是說偶爾一兩支那可以接受 不要大家都爆量 一旦大家都爆量 就要小心短線高點來了 另外下禮拜開始 營收 季報都陸陸續續會公佈 那請你要避開漲多的做夢股 所謂做夢股是什麼 沒有本質 沒有營收 沒有獲利的這些股票 OK 好 謝謝波基老師 謝謝今天在座所有的來賓 今天晚上還有很多重要的訊息 除了主技術下修了 今年第二季節GDP之外 剛剛講到的法說 到底聯發科 到底創業外界 怎麼解讀 再做一個小時的功課 請持續鎖定 稍後11點半鐘的夜線新聞 然後下週一同一時間 回來鎖定前線百分百 感謝收看 我們下禮拜一見喔